Hello 大家好 Perudo 在不久前就正式确认了 他们将会推出一款全新的 SUV 车型 这一款今年推出的新车 将会基于全新的 DNGA 平台打造 今天就让我们谈谈这款传说中的 Perudo D55L 一般相信 D55L 的原型车 是来自 Toyota Rice 以及 Diasu Rocky 它的车身指数为 3995mm 长 1695mm 宽 以及 1620mm 高 至于轴距则是 2525mm 它的称称尺码其实是和 Myvi 差不多 但是轴距比 Myvi 还要长 但是 Toyota 和 Diasu 还是将它定位成一个 A-Segment 的产品 所以说虽然很多人认为 D55L 的对手是 X50 但是其实这个 D55L 它的定位是在 X50 之下的 在日本 Rice 和 Rocky 其实是被有两种驱动模式可以选择 分别是全轮驱动以及四轮驱动 所以说这台小型 SUV 其实是具有轻度的越野能力的 不过目前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D55L 会不会延续这一个特点 在动力配置方面 Rice 和 Rocky 搭载的是一具 1.0L 的三缸涡轮震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98 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140 Nm 从这个数据看来很明显可以知道这一具涡轮引擎它并不是追求动力 而是为了更好的油耗以及排放表现 至于变速箱方面 这款车它搭载的是一个拥有齿轮起步的 CVT 无端数变速箱 根据 JC08 的测试标准下 这台车它的油耗分别是前驱车型 22.8km per litre 而四轮驱动版本则是 21.2km per litre 相信在我国要拿到 EEV 不是问题 其实 D55L 之前就已经确认将会搭载这一具 1.0L 的涡轮震压引擎 这一具引擎它的代号是 1K ROV-ET 那其实我国目前 AXIA 和 BESA 身上所搭载的那具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代号是 1K ROV-ET 并且是在本地生产的 所以我们相信 Perotra 会导入这具涡轮引擎的原因了 其实就是因为 1K ROV-ET 它是基于 1K ROV-ET 打造而成 加了一个涡轮而已 因此如果在我国生产的话 生产线并不需要大幅的修改 很快就可以满足我国市场的需求 另外这一台车所采用的 CVT 也不是一般的 CVT 原厂表示这是全世界第一具 拥有起步齿轮的 CVT 无端数变速箱 也就是说它拥有一个档位来帮助车辆起步 而这也就是 Toyota 之前发布的 Direct Shift CVT 了 所以相信 D55L 如果采用这一个变速箱的话 起步表现应该会很出色 D55L 将会基于 Daihatsu 之前发布的 DNGA 平台打造 这一个 DNGA 有什么特点 首先它的高光性材质比例提高了 而且拥有低重心的特性 安全性高 加上它可以兼容两种 DNGA 的新引擎 分别是 1.2L 的 Hybrid 以及 1.0L 的温轮这样引擎 另外这个平台的隔音表现也是有所紧密 之前日本媒体在试驾首款 DNGA 的新车 也就是单多的时候呢 就称赞这一台车它的隔音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相信我们的 D55L 也会拥有很好的一个隔音表现 作为一台乘式 SUV Rise 和 Rocky 它的最小回转半径只有 4.9米 而这一台车它的离地高度则是 665mm 所以相信来到我国成为 D55L 以后呢 在时长淹水的吉隆坡市区应该可以拍上用场 那在安全配备部分呢 日本的 Toyota RISE 它是搭载了一个被称为 Smart Assist 的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 包含了像是前方撞击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防止雾踩刹车功能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便宜辅助 还有车侧盲点侦测非常的丰富 虽然不知道我们的 D55L 会不会有 但是相信 Peruda 应该会导入 AESA 系统 毕竟这个系统已经大幅在 Peruda 的新车上使用了 那重点来了 这台 D55L 它的售价会是如何呢 根据 Peruda 表示 D55L 它的定位是在 AESA 之下的 所以价位应该不会超过 RM7000 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会太过低 不然会影响到 MIBI 的销量 所以我们预计这台车它的价格将会是在 RM58000- RM7000左右 不过实际的价格会是如何呢 还是要等待原厂的公布 预计这款新车将会在 2020 年的第二季度上市 有可能会比 X50 还要早 虽然说定位不同 但是 D55L 提早上市能够帮助 Peruda 强攻 SUV 的市场 所以相信 今年 Peruda 的销售表现依旧会是非常出色的 今天这个 Peruda 的 D55L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对这台小型 SUV 的看法 我是小明小编 在这里也要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苏联新大运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